历史上,许多皇族后裔为争夺皇位浴血厮杀,残害手足,甚至自相残杀,而满清开国之初,一位不参与皇位竞争,性格温和的皇子,却得到两代皇帝的信任托付,平不清云,最终被尊为国亲王,功勋卓著,讲历史故事,误人生智慧。 欢迎关注繁华五千年,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一日,为大清王朝担惊节律,萧一干时的雍正皇帝突然患病,但仍能正常处理处理政事。 二十三日,上级大剑,赵庄亲王允路,国亲王允礼,大学士厄尔泰,张廷玉,领侍卫内大臣攻封圣俄,乐亲,内大臣互布侍郎海旺,共同承接遗诏。 在这份决定皇位传承的关键诏书中,雍正皇帝除了明确允路,允礼,张廷玉,鄂尔泰顾命大臣的身份外,还专门强调了对国亲王允礼的善待要求。 国亲王致性宗旨,才是巨优,使国家有用之才,但平日气体轻弱,不耐劳瘁。 唐玉大事,诸王大臣当体之,勿使伤损其身,若因此而损贤王之精神,不能为国家办理政务,则甚为可惜。 雍正皇帝临终提出的这点要求,虽然表面上是针对诸王大臣而言,但实际上就是留给乾隆皇帝的具体要求,有鉴于此。 乾隆皇帝在雍正十三年,就立马对国亲王允礼予以了各方面的照顾。 除此之外,在乾隆皇帝正式即位的乾隆元年,国亲王允礼还被恩赐永赐与亲王双奉,在遍殿召见免除叩拜治理等并非寻常皇室宗亲能够得到的巨大恩赏。 表面上看,雍正皇帝之所以对国亲王允礼如此厚望,是因为其平日气体轻弱,不耐劳粹,乃惜一个兄长,处于对弟弟的疼惜和照顾。 从雍正皇帝对待于亲王印象的种种过往来看,除了昔日夺敌政敌,雍正皇帝对待这些忠心拥护,实心辅助的皇室兄弟们还是做到了皇恩浩荡。 但,就算如此,雍正皇帝也不至于在传位遗诏这等关键诏书中对国亲王允礼专门提出善待要求。 那么,雍正皇帝临终,要求乾隆皇帝善待国亲王允礼的真正原因何在? 其实,这正是雍正皇帝的英明,正是为乾隆皇帝实现皇权集中打下的监视基础。 多子敬敌,云礼不与争。 康熙皇帝英明神武,子嗣众多,康熙享国士气,后宫已有数千嫔妃,育有三十五子。 康熙晚年,皇位继承人选备受瞩目,众皇子之间鼎立相争,想方设法结党营私,争取当太子,九子夺敌一时成为朝野热议话题。 一七零三年,康熙六世大寿,大学士张鹏和等众臣尚书,请求康熙早日确立太子,皇四子允仍势力最大,九皇子中以拥亲王允陶和印仁最有可能。 争夺激烈,兄弟系强,甚至恶言相向,朝中已派人暗中观察个皇子言行举止,康熙也密切注意各子政绩。 云礼生于康熙三十七年,排行第十七,比四皇子允仍小二十四岁, 他的生母是树妃李氏,不得宠,地位低微。 然云礼聪慧好学,博览群书,涉猎诗词,公书法,他曾受康熙命入内庭读书,后又过继给另一妃嫔读书。 受到良好教育,云礼聪明好学,让母亲李氏也得到一点恩宠。 他性格温和谨慎,不卷入皇位纷争,与兄弟们相处友好。 云礼二十出头时,偶然结识了当时已九十多岁的老学者沈德前。 沈德前以老成持重著称,两人一见如故,成为忘年骄。 沈德前以师长姿态教导云礼,开导他远离皇位争斗。 他告诉云礼,皇位乃命定,强求无益,反生祸患。 云礼学习思想,见趋成熟,受教甚深,与沈德前程知己,每逢假日便与沈德前畅谈,求教人生大事。 一七零九年,康熙终于宣布,赐阿哥允人为皇太子。 其他皇子失望离去,云礼没有参与这场竞争,守着自己的本分,得到沈德前称许。 云礼闭门读书,潜心钻研,以博学多时征服众人。 他经常与诸王讨论学问,颇有声望。 雍正皇帝继位以后,为赢得彻底清算八爷党的足够时间,为暂时麻痹黄八子印刺以逐步稳固统治根基, 雍正皇帝不但将昔日夺敌政敌皇八子印刺加封亲王爵位,还对其位以重任。 等到时机一成熟,雍正皇帝立马以雷霆手段,一举掀翻实力强大的八爷党集团,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权力集中。 而对于皇十三子印刺而言,这个对雍正皇帝忠心耿耿,为大清王朝担惊节律的一代贤王,虽无政治迫害,更无刻意打压。 但也正因如此,原本就久染重疾的印刺,积劳成疾,已知不起。 对于雍正皇帝而言,印刺的过早离世绝对是一件巨大的损失,更是让其无法弥补,也永远不得释怀的悲痛。 对于国亲王云里,雍正皇帝是真心重用并寄予厚望的。 他既不希望云里落得皇八子印刺的下场,更不希望原本就身体轻弱的云里会像印刺一样早早离世。 失去一个堪当大任,能为乾隆皇帝分担忧劳的忠臣,所以雍正皇帝需要在遗诏中给出明确要求,让乾隆皇帝善待之。 雍正时期,重用云里主持朝政。 1722年康熙驾崩,云仍登基为帝,即雍正皇帝雍正即位后,清算参与皇位竞争的皇兄弟,许多皇子被削权折官,有的还被软禁监督,云里没参与竞争,得以幸免,受到雍正的重用。 1723年,雍正封云里为国亲王,同年,任雍里管理正皇旗蒙古都统事务,不久,又任雍里管理湘南旗汉军都统事务。 年轻的雍里开始同时管理两个旗的军政大事。 雍里勤勉好学,政务能力出众,深得雍正赏识,雍正见雍里治军有方,品行政派,便开始委任雍里管理朝政各部门事务。 雍里被认为户部尚书,开始管理户部事务,不久又认为公部尚书,管理公部,雍里办事公允,深得员工爱戴。 1726年,雍正皇太子允人病逝,雍正委任雍里管理宗人府事务,位列大学士,宗人府管理皇室事务。 雍里开始成为雍正左右手,朝中官员见雍里温润儒雅,办事公正,也很顺从雍里调度安排。 这些年,雍里努力工作,扶持皇统,政绩斐然,他博学能文,还善书法,工作之余,总是编上山水,编习书法,以陶冶性情。 他还精通医术,常常为雍正看病艳芳,他编印出版了《古文约选》,深受好评。 雍里忠实辅佐雍正,深得信任,雍正也明白雍里没野心私欲,只想潜心学习,办好正事,故而放心为以大权。 雍正常叹道,朕所以安心托付大事于李,因为知道李没有半点非分之想。 雍正驾崩,嘱咐乾隆代李如帝。 1735年,雍正皇帝驾崩,太子弘历继位。 即乾隆帝,临终前,雍正特意嘱咐儿子要带云李如手足,为以重任。 云李镇的胞弟,你日后即位,务必要以李为左右手,让他在朝中主持大局,李性情淡薄,不争权力,朕很放心他,他身体欠佳,你要体恤他,不要老他过度。 雍正还嘱咐道,李无子嗣,你可过计一字给他,成继果亲王之位,使他老有所养老,不愁晚景。 乾隆登基后,劳记父亲一命,对云李极为礼遇,云李仍任内阁学士成旨,主持朝政要务。 乾隆还特批云李,有病在家办公,不必每日朝见。 时常派人问安送药,体恤云李,身体欠安。 乾隆读书慎勤,美誉疑难,也常请教云李,云李洞察事理,见解精辟,或乾隆赞许。 乾隆当上帝王后,云李如常辅佐,不谄媒巴结,让乾隆更加倚重。 乾隆还把自己最疼爱的小儿子永林过继给云李,让他日后有成绩人。 云李感激不尽,对乾隆言听计从,辅助朝政。 有云李在,乾隆初年政局稳固,一切井井有条。 善中国亲王,功勋卓著。 1765年,果亲王云李病逝,享年59岁,他毕生清政联名,淡薄名利,两朝皇帝已重。 临终前,乾隆亲自前往看望,妥善料理后事。 云李一生,最让人欣赏的是政治智慧过人。 当年九子夺敌的残酷争斗,他泰然处置,保全性命。 他广交朋友,求学问道,不计名利。 雍正需要人才时,他果断重用云李辅政,让云李光大果亲王之风。 乾隆登基后,他更辅助新帝巩固政权,英明的两朝皇帝都倚重云李的才能与品性。 云李生前读书读行,然后谦逊,获得温润果亲王之事。 他赢得皇帝和朝野敬重,声明远波,善终的果亲王,功勋卓著,成就斐然。 云李一生,坚持自己的道德品格,不为权力所动,成为后世学习的楷模。 他正值谦和,博学多才,以温润气度稳住政局,云李的一生成就非凡,值得后人学习。 云李果亲王,不予争夺皇位,却最终出人头地,封为果亲王,功勋显赫,他的成功来自内心的博学多才,淡薄名利和睿智处事。 充满野心权力之争的宫廷,更需要这种稳重儒雅,冲破权欲薄肖的君子,正如老子所云。 赛齐队,闭齐门,绝齐间,解齐分,和齐光,同齐晨,云李正是和光同臣的典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